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确实让人震撼 但他不是中国跳水历史上唯一一个年纪轻轻就摘得桂冠的选手 之前的郭晶晶 陈若霖等人都是在非常年轻的时候登上了最高领奖台 中国跳水一直有着人才井喷的局面 每年都有新鸟子冒头 年纪轻 技术新的选手不断冲击着老将的位置 而且中国跳水队的选拔机制也是出了名的残酷 国内的跳水比赛就像是奥运会的预言 竞争极其激烈 能够在国内站稳脚跟的运动员 放眼全球也基本没有敌手 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常看到国内的跳水比赛 简直比国际大赛还要刺激 全红禅固然天赋异禀 但他也面临着来自后起之秀的强烈挑战 到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时 全红禅已经21岁 按中国跳水队的标准来说 已经不算年轻了 从历史经验来看 中国跳水队的黄金年龄往往集中在14到18岁左右 20岁以上的运动员若想在激烈的对内选拔中胜出 实属不易 当然也不是没有例外 比如福明侠当年在20岁时还能保持巅峰状态 但那样的情况毕竟是凤毛麟角 如果洛杉矶奥运会是全红禅的最后一站 那么他也可能面临职业生涯的转折点 在职业运动员的道路上 很多选手都会在自己巅峰时期后开始考虑转型 全红禅也不例外 届时他有两条路可选 一条是像陈若林一样 选择留在跳水队 转型为教练或者跳水裁判 继续留在跳水圈里 发功发热 另一条路则是去大学深造 开辟一条全新的未来 全红禅如果选择继续留在跳水圈 未来他很有可能像前辈陈若林一样 成为跳水队的教练员 全红禅从小在跳水方面展现出超人的天赋 这样的经历不仅会让他未来的跳水执教生涯更加得心应手 也能为中国跳水事业培养出更多的接班人 而且以他的奥运冠军身份 未来在跳水队中也有相当大的发展空间 作为一名备受瞩目的明星运动员 他的职业经历和赛场经验都将成为宝贵的财富 另一条路则是像其他运动员那样 选择离开体育圈 去大学深造 走上全新的职业道路 近几年 越来越多的运动员在退役后选择了继续学业 攻读大学甚至硕士学位 这对全红禅来说 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他在跳水之外的生活可能会更加丰富多彩 未来无论从事什么职业 他的奥运经历都会为他的职业生涯增添亮点 参加完大湾区晚会后 全红禅还没有归队 当然也没有休息 他返回广州 又参加了品牌方的活动 在直播活动中 全红禅透露 主管教练陈若霖问他体重 全红禅当即调皮回答 这里没有秤 秤不了 陈若霖今天问我体重了 昨天晚上 问体重了 问体重了 那你回答他说多了 我回答他 他这里没有秤 在活动现场 全红禅吃了很多东西 逗笑众人 17岁的全红禅放飞自我 身心得到放松 巴黎奥运会结束后 这一个多月 应该是全红禅 进入国家队后 最放松的一段时间 他参加了港澳行 跟其他项目的很多明星运动员 成为好朋友 另外 他参加了很多活动 展现了幽默风趣的一面 他还在晚会上表演 又让我们看到了他纯真的一面 虽然是奥运冠军 但全红禅很真实 不会刻意隐藏自己 当然 他还跟家人团聚 欢度中秋佳节 在家人面前 17岁的全红禅就是临家女孩 无拘无束 无忧无虑 过去三年 全红禅太辛苦了 为了度过身体发育期 他控制饮食 还不断加练来控制体重 最终 全红禅实现了奥运目标 目前已经成为中国体坛 最年轻的奥运三级王得主 所以 这段时间放飞自我 大家当然可以理解 不过 17岁的全红禅 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在新一个奥运周期 他依然是中国女子跳台的绝对核心 作为教练的陈若霖 当然会敲打弟子 两人上一次见面 陈若霖就捏全红禅的脸蛋 这一次 全红禅透露 陈若霖已经问他的体重了 因为全红禅没有系统训练 这段时间确实是很放松的状态 吃美食 喝饮料 可能体重控制 不会那么严格了 让人意外的是 全红禅又展现出调皮的一面 他灵机一动 当即回答教练 这里没有秤 秤不了 大家都知道这是什么意思 这段时间放飞自我过后 全红禅的体重应该有所反弹 陈若霖再次敲打他 但全红禅用一种特别幽默的方式化解了 当然 陈若霖也是提醒全红禅 马上要归队开始训练了 一个全新的周期又开始了 前面还有很多考验等着全红禅 17岁 17岁原本应该是享受父母的关爱 无忧无虑的年龄段 但全红禅身上背负着国家荣誉感 作为奥运冠军 他人气很棒 但奥运冠军也是压力 自始至终会督促他继续努力 不断追求更好的自己 自律是全红禅成功的关键 接下来 全红禅还是会刻苦训练 努力提升综合实力 让大家见到更好的全红禅 此外 近日 奥运冠军全红禅和陈玉希现身 北京高途教育机构 参加一场活动 在活动期间 有一位小女孩坐在了全红禅的后面 众所周知 全红禅喜欢玩偶 尤其是乌龟的玩偶 小女孩头上戴着一个乌龟玩偶 估计也是全红禅的忠实粉丝 小女孩小心翼翼地 喊着全红禅的名字 然后小女孩说道 全红禅姐姐 姐姐 小女孩递上了一个小乌龟玩偶 全红禅听到后 回头接受了小女孩的乌龟玩偶 然后全红禅谢谢了小女孩 小女孩开心地笑了 对于全红禅来说 家里的玩偶已经很多了 而且她的经济条件也改善了很多 一个小小的乌龟玩偶 根本不算什么 不过她还是接受了小女孩的玩偶 这是对小女孩的尊重 也是对粉丝的宠爱 从小女孩的表情就能看出来 她很开心 蝉宝能接受她的礼物 当跳水队的队员 走出活动大厅后 外面有不少粉丝在等待 男队员没想到 外面还有这么多粉丝 粉丝们问队员可以签名吗 男队员没有拒绝 但也没做出愿意的行为 已经走在前头的全红禅听到后 特意走回来 然后跟那些粉丝们说 我可以 粉丝们开心极了 他们纷纷拿出海报 让全红禅签名 全红禅耐心地给每一位粉丝签名了 旁边的工作人员也善解人意 直呼不着急 留出时间让禅宝签名 粉丝们真是开心到了 纷纷说谢谢 网友们看到后 也是感动到了 纷纷留言称赞全红禅 对粉丝太好了 绝对的实力充分 有网友就说 难怪有那么多人喜欢她 禅宝人品太好了 喜欢真是相互的 这真是细节体现人品啊 那么多人喜欢全红禅 那是有原因的 同时禅宝和队友们 还带来了一场 别开生面的互动直播 这场直播 不仅让观众感受到 两位年轻运动员的 可爱与真实 还引发了热烈的讨论 其中 全红禅展现出的吃货本性 无疑成了焦点 直播开始 全红禅的放松姿态 与她在赛场上的紧张形象 截然不同 坐在镜头前的她 脸上洋溢着轻松与自然 然而 最引人注目的 却是她手中不断更换的水果 零食和饮料 网友们调侃到 全红禅这是把直播做成了吃播呀 她的表现 既真实又随性 让人忍俊不禁 与全红禅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她的同伴们 其他三位奥运选手安静地坐着 形成了一道特别的风景线 当全红禅接过饮料时 她拿双大眼睛闪烁着光芒 完全不顾及 自己正在直播 陈玉希则在一旁忙着收拾 展现出奇高教养的一面 看到饮料 回以细腻的点头示意 展现出她优雅的一面 这一幕让观众们感叹不已 许多人表示 这样的对比 让人更加喜爱这两位运动员 不仅如此 随着全红禅无拘无数的享受美食 网友们也纷纷留言 部分人担心她的饮食习惯会影响到训练和比赛 提醒她注意礼仪 尤其是在类似场合中 然而 全红禅似乎对此并不在意 依旧随着自己的节奏 享受着难得的轻松时光 众多网友对全红禅的反应 表示非常理解 称赞她的真实与可爱 同时对陈玉希的高教养表示钦佩 许多人评论到 两位都是我们的骄傲 无论是在赛场上的拼搏 还是生活中的态度 他们都值得我们学习和尊敬 这样的互动 让观众更加贴近 这些年轻人的真实生活 加深了对他们的认识 这场直播 不仅仅是一次简单的互动 还是一场 关于年轻运动员生活态度的小大秀 全红禅的吃货身份 让网友们对她更加亲近 而陈玉希的优雅举止 则展现了运动员除了竞技 更有生活态度和礼仪的多面性 观众们在评论区热烈讨论 瞬间形成了一个有趣的舆论场 有网友在评论中提到 全红禅这样的表现 真是打破了我们对运动员的刻板印象 原来她也可以这么接地气 而这种真实与随性 也正是这场直播的魅力所在 两位运动员在直播间中的不同表现 更让人意识到 运动员不仅仅是赛场上的战士 他们同样也是生活中有趣的人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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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